大家好,我是桑普 很欢迎又来这个桑普论症的节目和大家见面 前两天我也是连续两天讲过这个 襲击案的问题 也涉及到铜锣湾 襲击案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你看到梁建徽先生 你看到他是相当 壮怀激烈 可以这么说 这样的一种精神 他都愿意牺牲自己的精神 我感到相当 我希望他们 我是敬佩 以及希望他 rest in peace 但我敬佩不是希望大家学习 不是希望大家访效 我敬佩是右冲 我觉得他敢于为自己的生命 去付出做这件事 是很壮怀激烈的事 但这件事想一想 如果被其他人学习的时候会怎样呢 所以我反复都强调 我是不会去鼓励这种做法去做 有人就说 你桑普太架了 这样搞法一定不好的 你看中国不是有阳阶 以前在韩国也有二世三一事件的时候 安从根也都这样死 学一学看看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烈士英雄人物了 那我们有这个梁建辉先生 某程度上我不会否定这些这样的说法 但我不会认为用这件事 去支持鼓励类似的行动 会解决到这个问题 我始终认为 他的异举 可能会在 未来的历史 光复历史里面 会加一个大笔 讲过这个事件 但是在这个moment 如果要重复这种 重复这种做法 去做这个 所谓涂笼的行为 现在来说 未必是一件 在策略上正确的事 时机不对 我们更加需要 更加有生的力量 更多的手足 更多的兄弟 要不要死 好好活 等运动 我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的道理 但去到现在 现在我们看到这种 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人觉得太温和 太焦 我只是这样和大家说 不要确定去推人家 去上火线 或者鼓励更多人上火线 这个并不是我的主张 但是 我为警察的受伤 毅可厌重 我觉得 他做到这一行 就叫做 预料要还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死完不死 与我无关 这个与警察有关 与他自己生命有关 与上帝有关 但问题 现在我们主要的焦点 已经不是集中在 这个 梁建辉 这个先生身上 我们的主要焦点 集中在 什么事情上 维他奶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维他奶 在这个 集击事件 发出之后的亿日 就是礼拜五 就流出了 一份维他奶的内部文件 提及到 我们怀着 沉重心情通知各位 香港采购部的 采购主任 梁建辉先生 在铜锣湾事件中 不幸适适 本公司向建辉的家人 致意最深切的慰问 人力资源部 已经与建辉的家人接触 将会跟进 并需要事提供协助 OK 这份文件 极可能 就是由 这个 维他奶国际的 一些机关的人 发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偽造个文书 不知道 但是起码流出了一份维他奶的内部文件 当时是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就说 今天要爆买维他奶 大家知道 后来事情急转直下 急转直下的原因 就是说 维他奶 在今天的凌晨 在微博上面 微博上面 发表这个声明 支持 是全力支持 根据国安法调查事件 甚至是用 香港 不写香港 用写中国 香港 四个大字 并且在今天下午 再次发表声明 指 内部文件的措辞 极为不当 保留追究该名员工 法律责任的权利 他说出这段说话 意思就是说 他说 注意到 7月1号 在中国香港 发生的相关事情 并且全力支持 国安法的执法 也都说 警方也是7月2号的早上 到访 维他奶香港办事处 之后 十几个钟之后 维他奶今天 再在微博上发表 严正声明 指出 网上流传的有关文件 没有经过维他奶集团的 官方批复 和这个发布 是由一位员工 私下赞舍 并内部转发 未经授权 也都没有遵从 维他奶集团的 内部审批流程 有关审批程序 正是为了确保 沟通是正确 和恰当的 就是说真的 关公灾难 公关灾难 网上流传的文件 是说所使用的措辞 极为不当 就是说 声明这个网上的文件 是使用的措辞 极为不当 他说员工个人赞舍的内容 并不应该公开 更不应该是内部发布 维他奶集团正是调查事件 并且追究这个员工 相关责任的权利 对于事件 和各界造成的困扰 和不安是自怯 并且表明 我们长期支持 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 严厉谴责暴力 和破坏香港社会安宁的行为 将全力支持 和配合香港警方 和香港政府 根据国安法 进行彻底调查 这个就是他的说法 我只是这样 第一 我两个层面去分析 第一个层面就是公司 即是我在公司 都做了一段长时间 我了解公司的一些文化 你要知道第一份 那份声明 是基本上 大家知道 是用繁体自写 正体自写 有了这个维他奶的logo 在这个左上角 无论如何都好 这份文件 由他第二个声明 即今天所说的声明 证实了 的确不是维他奶以外的人 去写的 是维他奶以内 里面的员工 写出来的 这是第一点证实 OK 第二点证实就是说 这个员工写出来的东西 他说是一个内部文件 但不知为什么 被人截图 传出去 这件事是不行的 他没有说截图 但说内部文件 但之后流传出去了 肯定是截图 引了出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 是不是一个人 故意这样去散发 这些文字呢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问号 我认为那一份 那一份文件 极可能是一个草稿 就是换言之 很多人是打了标签 写了去等批的时候 就有人捉到这件事 之后陷了给外面 OK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员工自己按键 发给内部员工去参考 内部员工去参考 我会觉得 这份文字本来是external的 你看整个语调就是说 因为他礼拜五的措辞就是说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通知各位 这位 这个梁建辉先生是不幸离世 本公司自以深切慰问 人力资源部也都与家人接触 去做这件事 很多时候 这间大的公司里面 是会有一些叫通知员工的一些讯息 这份东西是一份内部文件 不是suppose去舍物出去的 但你转发给有成几百个人的公司 有黄的有蓝都有 蓝的就捅出去打维他奶 黄的就捅出去给大家支持维他奶 好了 一定有人压制出去的 好了 就是这个时候 这份文件 其实它本身 是有意 是外部的安抚的 其实 刚刚讲得清楚一点 就是它并不是在于 它这种文字 原先就是想去 外面去播播的 它希望呢 里面呢 要发这个讯息给 所有的人呢 能够 大家平静心 大家都是维他奶的成员 员工死了 很不幸呢 我们人力资源 会帮他们忙的 讲的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这个这样的文字 就被人家捅了出去 一捅了出去 大家就鼓掌了 维他奶好东西 接着那些蓝丝 国安 警方就说 你有没有搞错 然后发动了 中国那些艺人 什么龚俊 是不是 昨天说到任生 姓任的一个艺人 他们全部都说 断络了 不跟你再做生意 不跟你做任何的关系 这个就是说 整个有组合的一种 对维他奶的批斗 这个时候 维他奶的高层 才愚梦初醒 接着之后 今天 发表的东西 就是 特意发一个 简体字的文 去到中国 就告诉 喂 不是的 那份东西 不是这个意思的 这些文件 很大势的 没有经过我们的 Schedule of Authorization 就是那个SOA 每一个公司 都有自己的一个 所谓的 哪些人做什么事的事 当然了 你说原先那份 内部文件 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维他奶也没有暖屈 这份是一个内部文件 它要的SOA 要的Schedule of Authorities 和一个外部文件 是不同的 你如果今天是一个 新闻稿 如果这个员工 没有权力 发出去 是他不对 但是今天这个员工 并不是目的是 将这份稿 捅出去给外面 他整段文字是说 再说多一次 我们怀着沉痛心情 通知各位 员工梁建辉 在铜锣湾事件中 不幸洗势 本公司向家人 自以深切慰问 人力资源部 已经与家人接触 并跟进及 需要提供协助 你看多一次 它是内部文件 来的 换言之是给里面的员工 看的 就是说 不知道哪个人将它捅出去 这个就有问题 这个是对公司的一个 这个商务的一个秘密 是有问题 好了 现在高层不是 高层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它有些说大话 它就说这个文件是外部文件 你不应该这样捅出去的 你如果有外部文件 做新闻稿的话 必经集权总部的批准 你没有我的批准捅出去的话 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它甚至加了一句话 就是说你不应该公开 其实写文字 发email的人 没有想着公开的 是另外有个人 撿了个email出来 爆出去的公开而已 你应该捉那个所谓的二五仔 是吧 就在公司的角度是这样 你不守规矩 好了第二件事 你不可以 它还加了个字 就是新的文件里面就说 也都不可以公开之余 也都不可以写内部文件 这个就是知识体谈 就是如果你今天 去发这个内部文件出去 是不是不行呢 每一间公司 为了鼓励大家员工的沟通 都可以有群组 给你们转发不同的东西 那这些内部的东西 大家员工有保密的协议 在他的劳动合约 或者雇佣的合约里面 一定是不会将它转发出去的嘛 哪个统出去的哪个负责 不是写那个 全法内部文件的负责 现在维他奶公司就说 你连做内部文件都不行 那每个人都不回答email的了 每个人都不写任何东西的了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说 这个通常公司的授权的一个规定 是规管外部文件的转发 而这个人并没有发外部文件 有问题的是 将这个内部文件捅出去的那个人 而你应该捉那个人 而不是将他钉死那个写那个人 但现在不理得那么多 绑大话要紧 因为为什么呢 一大堆中国的代言人 那些艺人 和这些微博上面的网民 大幅在处杀这个维他奶 说他是港独奶 说他是什么 全部是帮助这些黑暴 所以就要断六七 于是为了生意 不理真相 你的事实不可以扭曲 你不可以老屈 那个写这篇文件的人 我想这件事 是需要得到一个澄清 你问我的 一间公司不讲政治 不讲黄蓝 只是讲公司本身的规矩 你不可以将一个公司的内部的电子邮件 去发出去 除非你经过公司的 那个授权规则 下面的授权才可以这么做 这个是基本原则 就是打工 也就是它的方言 OK 这件事跟公义 或者公民抗命没关系 它只是表达你公司的立场 而这件事需要经过公司的批准 这个是我的认识 但问题就是说 今天这间维他拿公司 整件事 有没有就是按本子办事呢 去区分将这个内部文件 发出去的人 以及写内部文件的人呢 写内部文件的人 是不需要符合公司的审批流程的 这个最后今天下午的宣言 其实是违反我对于公司的法律事务 和公司治理文件的基本形式的 不可以写 你不可以发内部文件 那很大事 没有人写email 因为email就是一对一 或一对多人 本身就是内部文件 如果公司里面的email 公司里面的一些员工的沟通 都会受到限制的话 这个公司玩完 每一个公关人事部门 或者做一些所谓的 对于向外的PR的部门 marketing的部门 基本上他要管的就是向外的宣傳 他不是管一些员工里面的沟通 员工里面的沟通 本身是应该无障碍的 除非里面的沟通 牵涉到一些犯罪行为 那他这篇所谓的宣言 是没有犯罪行为可言的 我想这点很重要 他为了所谓的关公灾难 公关灾难 任何说都好 就是为了中国的市场 代言人也好 别人有没有维他纳也好 他于是大幅度扭曲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是真正问题的本质 而另一方面你会看到 维他纳是一间什么公司 大家有没有仔细地分析过这件事 维他纳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就是一间香港上市公司 大家知道这间香港上市公司 也挺厉害的 如果你看回有关的一些报道 你会发觉维他纳国际上市公司的主席 就是这个Winston 就是罗友礼 朋友的友 礼貌的礼 这个罗友礼 他的老爸 就叫做罗桂祥 罗桂祥就是创办这个维他纳集团公司的人 创办的时间是1940年 即是说在二次大战打得在一个 simultan 日本军队在1941年的12月下 去侵佔香港 在日本侵略香港三年八個月之前 它已經創立了 當時它的店舖設在銅鑼灣的 紀利佐治街的地方 紀利佐治街或231號之類的地方 就是那個地方設立一間廠 研發維他奶最原始白色 豆奶那種維他奶的人 就是這個羅桂祥 當然了 這個維他奶加入了很多 人工的一些要素 說難聽一點就是類似的 色素或者類似的 防腐劑之類的 但問題是說這樣的做法 是否等於不能喝的 很微量 或者很多一些化學元素 我沒有說防腐劑 應該說化學元素在裏面 在這樣的情況下 維他奶就買得很好 它很便宜 包裝也很好 就是以前呢 小時候大家如果有經歷都是 就是好像喝汽水一樣喝的 OK 當時的維他奶也都是買得 剛剛開始賣 但沒多久 就是這個所謂的日本侵略香港了 那羅桂祥和那些兄弟呢 也都去到其他地方 接著好了 四五年了 香港重光了 即是第一次香港光復 第二次是甚麼時候呢 是Future 第一次的香港光復呢 就是1945年 那麼當時的幾兄弟呢 也都回到香港 那麼繼續經營這種東西 那麼這個羅桂祥很有生意頭腦的 他都不知道做維他奶那麼簡單 同時也都去做其他東西 當時牛奶公司 就會有一個汽水 就叫做 就是一個叫橙汁汽水 那麼這隻就叫做綠寶 當時都不是叫綠寶的 就是叫做大公司的鮮橙汁 後來的話就變成了綠寶 綠寶就變成了 是這個香港豆瓣有限公司 這就是維他奶的前身 香港豆瓣有限公司 當時牛奶公司 拿了美國這間汽水廠 綠寶Greenspot的一個代理權 之後開始製造綠寶 因為當時牛奶公司不肯 他用汽水的方式去做綠寶 而這個香港豆瓣公司的原意 另外後來就是百事的代理 百事的代理 更加美國這間百事要求你代理我得 你這個代理商 你的所有的品質管制 怎樣分銷都要聽這個百事話 所以引入了很多美國的一些分區銷售的制度 等等的東西 那麼這件事一直以來都推出很多產品 我記得沒有記錯 1940年有正版的維他奶 1962年就有墨精的維他奶 1980年代就會有兩樣東西 就是菊花茶和檸檬茶 之後也有很多其他的產品 它是一個以植物為導向的一些飲品公司 這間飲品公司越做越大 90年代你會知道很多的廠商就去北上設廠 維他奶國際也不例外 它上市之後 它在1994年上市 上市之後 於是乎就開始大幅度去中國設廠 深圳也有自己的廠 上海也有自己的廠 而羅桂祥的公子就叫羅有禮 就主管維他奶國際 他現在是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主席 最有趣的是80年代90年代 最火紅的時候 經濟最旺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羅家在香港的飲食業 是相當顯赫的 羅桂祥是專門在看維他奶 他有兩兄弟 兩個弟弟應該說 有羅藤祥和羅方祥 羅方祥的九弟弟就是創辦大快活 羅藤祥也是他的弟弟創辦大家樂 即是羅家三兄弟 一個維他奶一個大家樂一個大快活 基本上可以這樣說 是香港連鎖飲食或量販飲食裡 是相當重要的成員 所以我說他們當時香港本地的一些產業裡 相當顯赫的商家 這些商家到97的時候必定要歸邊 不歸邊的話 分分鐘引起很多很多不同的後果會產生 所以包括了羅桂祥的這位公子 他也要做很多所謂的公職 譬如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科技大學顧問委員會榮譽委員 康乃爾大學校董會終身委員 香港外展信託基金會副會長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的委員 他也有一個銀子經聲張頒給他 你會看到他本身也是發奮讀書 羅友禮除了在聖士提法書院畢業之後 在伊利諾大學食物科學理學學士學位 康乃爾大學食物科學理學碩士學位等等 都是讀這個food science 那這件事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你想一下他的家人 你問我是否競業爭業呢 我覺得是 我想全香港人 沒有一個人給一個維他奶的話 你起碼知道有一個這樣的產品很重要 就算在台灣有很多的一些在台的店鋪 都很渴望可以找一個地方 進口到這個維他奶 但當然台灣有很嚴格的飲食品的一個控制 這是另一件事 但這個這麼好的品牌 本身在香港裡面 是香港沒有人不知 沒有人未試過的 如果你說在香港沒喝過維他奶 都很難說什麼 就是不知道什麼叫維他奶 很難去理解到你是不是香港人 這個是很基本原則 我想絕大部分香港人 我不敢說十個十個都是 都是喝過維他奶 那你想一下這個產品是相當顯赫 這班這樣的商人本身 其實他是否紅底呢 他不是 他是一班香港的土炮公司 但是為了中國有廠房 去production 為了在中國有市場 要sell 他一定要打通很多關係 現在做生意很難 等於你在納粹德國做生意很難 你說你淺微共產黨各方面的東西 是不對 但問題就是說 我會不會用強棒來打這間公司呢 我覺得不會 等於很多商家都有生意 在中國大陸一樣 你不作惡 不作惡 已經很重要 但我覺得 今天 這個 集團的高層 凌晨發一次 下午再發一次 這樣的聲明 其實某程度上已經是 已經是扭曲事實成分 因為一個人 不可以 一個員工 在維他奶工作 不可以公開公司的內部文件出去 這個固然是道理 但是他不可以發內部文件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發內部文件 等於發內部的訊息 無論是一對多 一對一 其實不需要高層授權 只需要記清楚 這件事是保密 Draft 未定型 就可以了 可能在這個地方 有一定的疏漏各方面的事情 但問題是 你可否用這樣的方式 來用一種最嚴厲的手段 來展開法律責任的追究 我覺得這件事是 完全不通的事 我不管你怎樣 你很奇怪 對於正體字的東西 在星期五的時候 就是用正體字 繁體字 發給香港的員工 給這份文件 竟然到今天 你是用簡體字 用微博來發給中國的人 換言之 你擺明是想想想想中國的人 我最後會發覺到 這間公司 如果用這樣的公關措施 來處理這件事 是兩面不是人 那麼現在 你用這個辦法來平息 據我了解 中國那幫五毛 是絕對不能夠平息的 他一定好像文革的紅衛兵一樣 他們一定會說 哪個人發的 你把他們全部抓走 起訴他們 把他們捅出來 做驗證就可以了 我就很擔心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用國安法來處理 各位 我再說多一次 你們有法律常識好嗎 不要做小學家 一個自殺的人 是沒有法律上的犯罪的 無論你在宗教上面 你怎樣評價他 譬如我在基督宗教上面 怎樣評價他一回事 我可以說的是犯罪行為 不是犯上帝的罪 是犯人間的罪 即是法律 法律 有沒有說自殺的 要坐牢 譬如自殺 死了 當然沒得坐牢 不用想了 這是常識 自殺 不死的話 是不是要坐牢 當然不是 但是你勸人自殺 是否坐牢 是 所以我絕對不會勸人自殺 我極度希望人家不會自殺 也希望每個人都不要做這些勸告行為 這是基本的 因為勸人自殺 就等於殺人 你去殺人 對於自殺 不成功 你會不會坐牢 今天梁建輝案 梁建輝自殺已經身亡 這件案已經closed 是單獨的犯案 不涉及恐怖組織 警方都說了 沒有組織 已經說得很清楚 警方說 沒有組織 單拖做事 還有遺書 還有USB 昨天說過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問你 你要追究些什麼國安法責任 有何國安法責任呢 你用國安法告這個死人一次 常識都知道 死人不可以告的 你陰曹地府告他 抓個死人去坐牢 這件事不痛 所以說維他利的聲明 怎麼用國安法去告他呢 另外 發訊息的人 或者統訊息出去的內部員工 他只是說他不幸逝世 表示哀悼 並且人事部門會跟進家人的事 怎麼違反國安法呢 一見襲警和自殺在先 而發聲明在後 這個座後的聲明 沒有鼓勵大家去炸殺警 他說這個不幸的銅鑼灣事件 不幸逝世 難道很幸運逝世 當然不會 是不幸逝世 我問題是整篇文章 怎麼違反國安法 是沒有國安法的問題 維他利的國際 用簡體字 發給中國的微博網民知這些說話 什麼國安法 你嚇鬼呀 你什麼國安法可言 整件案件 除非有國安法調查你維他利的國際 這個集團 是不是真的是他幕後的金主 幕後的指使者 幕後的原因 要起訴你維他利的國際 是另一件事 你是不是想這樣 什麼依據國安法調查 或者家人是沒有罪的 發電郵的員工是沒有罪的 而那個人 所謂有罪的人已經死了 如果那個人和國安法無關 他是殺人未遂 謀殺未遂 之後就自殺 所以案件是file closed 何來國安法呢 是吧 先是講國安法 之後就說 一定要對於這個員工 是追究法律責任的 有什麼法律責任可言 他只是內部文件 內部文件 誰將內部文件發出的那個人 可能就有 竊物的法律責任 但我相信 未必 是這個寫東西的員工 是可能收到這個內部文件的員工 那你自己就是內部調查 但這件事 你要將公司裡面的秘密 你要養給公眾知道 維達賴國際集團 你怎麼做公關的 怎麼做PR的 好了 你將這所有東西都攤出來 全部人一起追擊 藍絲又追擊你 警察又追擊你 政權又追擊你 然後呢 那群黃的 就為自己緩合 包括我再說 算吧 我也都希望大家 不要再追擊這個維達賴國際集團 但我必定 一定要對這班高層 做這些 只是簡體自服務中國網民的宣言 只是說所謂國安法的東西 不斷又說追究什麼責任的東西 又說撇清關係 又要追究狠下途到這些東西 這些這樣的做法 是覺得很不齊 有幾多成是事實 有幾多成是真的 我們心裡面有判斷 我就希望 這間公司不會成為一個樣板 其他公司會學習 每間公司都要講真話行公義 真話不一定大家對聽 正如我說大家不要學習 梁建輝 不是個個都對聽 是不是很多人都說 是要學習的 是不是 但我會堅持我自己的想法 正如你可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一樣 但我覺得做人是知行合一 我堅持我的想法 我不會鼓勵其他人做 但做人 你不要不斷勸別人做 不斷善別人做 不斷說香港一定要很多的刺客 那自己 Who are you? Where are you? When will you be doing something like them? 我覺得沒有 既然沒有的話 You shut up 就這麼簡單 你沒有道義基礎說這件事 你憑什麼去說這件事 除非你告訴我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to help them 或者你自己one of them 我都不希望 有人成為他們one of them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好了 維他奶集團 我很希望大家 看一看它 有時候 一定要指出一件事 維他奶集團 你這樣的做法是不對的 不是跟政治無關 是跟你的公司本身的真相 你都要調查清楚 為什麼發內部文件 是違反你自己的SOA 是違反自己的內部授權規定 內部授權規定 有管理一個員工 跟內部員工的電子郵件交流嗎 或者其他訊息的交流嗎 不會的 是管理到裡面的東西 不能捅出去外面 這是公關問題 那這個公關問題 你有沒有搞清楚 哪個人呢 是不是那個員工呢 你這樣black mouth他為了什麼呢 事實真相你都沒有掌握清楚 你就發點這樣的說話 是不合乎一個成熟的跨國公司 應該要做的事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 用這樣的事去分析這個事件 未來的事會陸續有來 香港一些陀地的集團 譬如維他奶就是很典型的 陀地的土豹的本土的 一個大集團 做上市公司 本來我其實很支持 這些上市公司所做的事 但做事真的有技巧一點 我不介意呢 你呢 向大陸去獻媚 你向大陸去獻媚 是你的事 我不支持 不鼓勵 但你去獻媚的話呢 你都獻得 在真實的基礎下獻媚 對不對 你不可以說 我們要跟他切割 我們什麼什麼 各位 你這樣做法 這樣take side法 就是等於你搞進去政治這堂混水 你變成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呢 你stand with一個evil side 你stand with一個藍絲 stand with這班這樣的紅狗 結果是什麼呢 你便全部變成這樣的集團 而這件事正正就是共產黨 要做的一個圈套嘛 共產黨 真是你一個 這個梁建輝 真是你的是什麼呢 去聲援梁建輝的人 去擺白花的人 他怕的不是梁建輝這件案件 因為這個案件已經完了 那個警察是不是死了 對他來說 只是來剝花生而已 重點的地方是之後 這班這樣的人 香港這班這樣的人 香港的人 會不會繼續升援梁建輝 那個政治後果是什麼 還有 維他奶集團 正是一個很好的時候 將來收編 將你把你拔進去 共產黨這個世界裡面 成為一個黨國支配控制 以及你和共產黨習近平 言聽繼從的一間企業 這個就是 共產黨的險惡用心 就是逼你表態 你表錯態 就逼你認錯 你跪 一跪被他刮刮刮 刮完之後起床 扣頭扣頭 那你就成為他的禁團 我想 即是 我想羅貴祥先生 即是 羅友禮先生的爸爸 如果他即是 未過身的話 都會 為這種扣頭行為 是不似的 當年 日本 打香港的時候 這些人都懂得走 是吧 即是他不會 在這個時候 還在磨爛隻 三年八九月才離開 四五年之後回來 都不會磨爛隻 那你為何 維達賴 現在 在磨爛隻 你磨爛隻 還有 是一回事 你還有一個基本原因 你 在那個政權 溝投 我想 即是 羅友禮的先父 都不會做這樣的事 是不是 這樣 會不會這樣做 不會 做生意的 賺錢 不是出賣靈魂 如果你做到生意 做到出賣靈魂的話 沒必要 現在共產黨 和那幫網軍 和那幫所謂藝人 就是用一種極限施壓的方式 來逼 維他奶 叩頭 然後收編 這個才是大局 坊間很多的評論 就說 你不要這樣 去這個 講維他奶 維他奶 他也是彈弓手 就是說 對香港人講一套 對中國人講一套 看他得到 心裡面的平安 基本上他做生意的 怎麼可以 有其他方法 這也是他 最有聰明 最有智慧的方法 看一件事 你看得太靜態 我是說共產黨 怎樣去對付維他奶 是說動態的事 就告訴你 未來的話 一定 你看著 維他奶 就會一而再再而三 這樣表忠 不會至於今晚的事 會一而再再而三 不斷地表忠 因為廠房在中國大陸裡 市場在中國大陸裡 而它會叩頭 以前它可以低調 今天做生意 現在你把它放在熱窩上去煎 熱窩上的螞蟻會跳 變紅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說 大家要看實這件事 我們要指出 你怎樣做一個紅色的企業都好 你既然在香港的企業的話 你要跟維他奶說一件事 就是基於事實去發聲明 不可以默默說國安法這個字 你怎樣拋這個字出來做什麼 誰違反國安法 第二 你不可以不斷說員工的內部文件 就是說他洩密 洩密和內部文件兩回事 內部文件有何違反公司授權法則 這個就是他必須回答的問題 希望他能夠澄清 因為你逼他澄清 逼他不斷地去把事實去review出來的話 這樣才使他有機會 可以站在事實基礎上 做一間真正挺直樑 腰肝的一個 脊樑的一個香港公司 不要使他 用我們的沉默 用我們的縱容 使這間公司 慢慢投向紅色的海洋 這個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夠做到的事 這件事會繼續發酵 我們未來的密切關注 我們下一節再見